這樣子一生你都不會覺得痛嗎 其實越年輕的時候刺越不痛 而且其實那時候我年輕的時候 然後因為刺青的時候 我就可以靜靜的坐著讓刺青師刺 讓我靜下來 這是你療癒的 對 這是我療癒的過程 以你的個性你誰的話都不聽 就聽刺青師 刺青師的話我就聽 這位應該會是台灣刺青 就是刺青最多的藝人了吧 對 應該你等一秒啦 真的嗎 來叔說你的故事 他們說叫我數一下刺青 我真的覺得 太多數不完 對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分區塊 對啊 太多了 第一個好了 第一個刺青 第一個就是 就是那時候我剛退伍 然後我想說我要送給自己一個 成為男人的禮物 然後我就刺了背後 阿門 阿門 這個感覺是後來有 刺的好漂亮喔 有加顏色 對 可是刺了再好看 那你自己都看不到而已 沒關係 你把我看就好了 對啊 是給別人欣賞 等一下 這個脖子正後方 是一個什麼 一個夢五三千還是什麼 那個是什麼 夢是我爸的名字 對不對 然後謝是阿公的姓氏 然後王是阿嬤的姓氏 就阿公阿嬤跟爸爸這樣 了解 了解 然後 你慢慢轉一圈 它刺到頭皮這邊耶 對啊 它整個都這樣 對啊 都刺上去 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 荊棘嗎 對啊 荊棘 從你的後面到前面 到前面 對 到前面 唉唷 喔 為什麼想要刺荊棘在這個 你把自己當孫悟空 哈哈 想要體驗耶穌的感覺 那如果以後 老了掉頭髮 那個 其實有影響 會嗎 我後來刺完 就是有些地方是 長不出頭髮 喔 可是那不是更好嗎 如果真的萬一 誰的年紀 然後你的 把那個刺青慢慢浮現啊 那就直接剃掉啊 對啊 OK的 這樣子一生你都不會覺得痛嗎 其實越年輕的時候刺越不痛 而且其實那時候 我年輕的時候 躁鬱症蠻嚴重的 然後因為刺青的時候 我就可以靜靜的坐著 讓刺青絲刺 讓我靜下來 這是你療癒的 對 這是我療癒的過程 以你的個性 你誰的話都不聽 就聽刺青絲 刺青絲的話我就聽 我也是 腿上呢 腿上 黏黏有餘的意思是 對 不是啊 勇不放棄 對 力求進步 對啊 因為那時候 我有一陣子去紐約玩 然後我發現 那邊的外國人 他們很喜歡我們的中文字 對 他們甚至看到 我的刺青是這樣 這樣看 好像什麼意思 對 我覺得很酷 因為他們都會亂吃一些中文 對對對 他們會吃一些什麼 櫻花溝烏龜什麼的 哎呀 哎呀 還有那個側面像看 那個 那是鯉魚嗎 對 對 這邊就是我原本後悔的圖 我把它請一個很厲害的刺青 是把它蓋掉 喔 好漂亮 然後我最近新的刺青 是刺女兒的腳印 哎呀 剛生錯了腳印 可愛 耶 好可愛喔 可愛喔 哇 之後他要是九號 三十八號怎麼辦 對 現在已經變很大了 對 我就是想到什麼就刺 我的人生就是這樣 然後每次看到自己的刺青 就會想到那個年紀的自己 那你下次還有空間可以刺嗎 有啊 我還有很多空間留給女兒 有 有 我剛看到這個指釘啊 還有腿 大腿的部分 對 這邊其實是最痛的 嗯 是嗎 所以你還沒刺 還沒刺 留給女兒 我想說我女兒長大 她如果畫全家福 就直接把它直接貼上去 那如果畫得不好看 就直接刺啊 就是要這樣 就是要